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分享 如何令到小朋友自动自觉喜欢看书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十种不同的方法 我们现在开始了 第一,在我小朋友仍在婴幼儿阶段的时候 虽然他不懂字,看图画也不太明白 但我都会习惯每晚能睡前读故事给他听 第二,他喜欢看书的时候 我不会规定他在某一个地方去看书 可以随意在家里不同的角落 他喜欢的话,坐在地板上面 也不会阻止他坐在床上去看书 他喜欢的话,无论是坐在我们的床 或者在他自己的床上看书都可以 有时候他甚至会趴在那里看 只要光线够充足 我就会任由他 有时候他要乖乖地坐在自己的书桌前面 慢慢地看自己喜欢的书 到现在大了,他有时都会这样做的 梳化也是他非常喜欢坐在那里看书的地方 不过就算他多喜欢看书都好 我都会要求他习惯设计时间 每20分钟就要望远一至两分钟 去令眼睛休息一下 我亦都会容许他一边吃东西一边看书 第三,每次外出的时候我都会帮他带一本书 可以是他自己选的或者我帮他选的图书 我好少跟他带玩具出街 通常都是带图书 以前没有疫情之前 每次坐飞机之前都要等很久 所以都一定会带一本书 甚至乎在机场先买一本新书给他看 乘搭地铁的时候或者乘搭巴士 我都会给他看书 虽然有些人说乘搭巴士的时候 不要看书会看卫眼 但如果他真的很想看的时候 我都会给他看几页的 又或者在餐厅叫了食物未来的时候 在等待的时间我都会给他看书 看到有食物来 甚至乎夜餐的时候我们都会带书出去的 吃饭之前或者吃完东西 没有工作的时候都拿书出来看 一边吃一边看书都很写意的 第四 多些去书店 我会带他去不同种类的书店看 中英文书都会看 大约每星期去一次 如果放长假的话 可能还会去多几次 通常他去完书店看完书之后 我都会给他买一本新书 带回家 如果大家想欠点钱的话 其实去图书馆看书之后再借书都可以的 带回家 第五 花点小心思 在过去的日子我试过车一些书套 也试过车一些布的书签 也试过车一些书袋 书袋的形式就像大家的供货袋一样 有条拉链入住一本书 我亦都试过车一个可以放书的抱枕 目的都是希望他觉得看书可以有很多乐趣 第六 在家里挖定一个位置 可以专放去自己的书 在他很小的时候 我有一个坐地的书架 到他现在再大一点 小书架已经不够放书了 所以我们就在家里增添新的书架 我的做法呢 就会将未看的书放在一边 看过的书也会放在另一边 就不会混在一起 有时候他就会将一些看过的书再翻看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可以令到小朋友增加阅读的乐趣 就是选一些有电影的书本 例如Harry Potter 或者其他一些卡通片 很多时除了电影之外 也有出同系列的书 目的就是令到小朋友 对故事更加深入了解 第八 就是要计时 最开始的时候 小朋友可能未习惯 每日要阅读 我们可以帮他 由10分钟 一路加到20分钟 之后就再作一个调节 习惯了之后 就算你不需要计时 小朋友每日都会拿书出来看 第九 就是二手书 或者与鄰居交换书 我现在住的屋苑 经常都有鄰居 拿一些二手书出来卖 或者送赠的 利用这个机会 可以令到小朋友 更多机会 可以阅读不同种类的图书 最后想和大家介绍就是 奖励计划 我会做一些小卡仔 每看完一本书 就可以吸到一个人 完成指定的数量之后 就可以得到一份小礼物 小朋友都很乐于草印仔的 暂时就分享到这里先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